好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我們第一組要登場了 第一組是個史康的作品 這個作品我們大小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作品呢 是由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之前開發過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是在Segas Saturn上面的吧 Segas Saturn好久喔好久喔 在Segas Saturn上面有一個遊戲叫做公主之名 那它的開發小組叫做Varina Ware 那這個小組呢他們其實在做橫向的動作過關遊戲 其實是非常的擅長 而且風格非常的好 那之後呢他們在PS2上面呢 做了另外一個橫向的動作過關遊戲 這個動作過關遊戲呢 有著童話繪本般的風格 非常非常的好 有機會大家一定要去網上看 如果你家的PS2還可以螃化 我家是跑不了了 我家已經螃蟲都壞掉了 那當然後來他這個團隊呢 也做了像龍春鎮啦 還有最近的話魔龍寶冠的這個作品 這個公司 這部作品 奧丁領域 在這個作品當中呢 有兩個很主要的一個角色 這兩個角色呢 一個叫做葛溫德琳 葛溫德琳 她是一個女武神的角色 也是這個遊戲一開始 你就可以使用的一個角色喔 出於平均型的能力 就是每條線大概都差不多落在五六左右的感覺 那這些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呢 很適合打牛級 一開始來使用 是非常的好的 而另外一個角色呢 叫做奧斯華爾 這個奧斯華爾的角色呢 則是一個黑騎士的一個角色 黑騎士這個角色呢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連擊非常的多 而且呢 在途中呢 可以使用變身 然後讓他的攻速呢 變得更快 傷害變得更高 輸出就靠他啦 這是在組隊遊玩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部分 今天呢 我們第一組的參賽者 叫做雙鳥一空 以及喜格飛 兩位呢 將以戲劇以及打鬥的方式 來帶給大家這部作品 奧丁領域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 將百分之內 近雙鳥一空 將於凱co的軍隊驅逐出這個戰場 女武神們 衝啊 武神們 進攻擊 到 borke 武神 在 小心 邀經國的黑箭矢 接受我的挑戰吧 我太不笨了 讓我看看你的本字 猜猜猜猜猜字 看情況只好使用靈魂之地了 靈魂之地我也會 我的靈魂之地可不一樣 黑箭矢 我輸了 要殺就殺吧 公平奧義 我也住不了 展開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個 既然你是公主 就請珍惜你的生命吧 我在最後看到他的內心 竟然鬥了 他真的是摸奧義的女人嗎 黑箭矢 你這樣奈用死神的力量 你的未來 你這樣奈用 第一組 我們參賽者 兩位雙秒一通 一起請各位 謝謝 哇 兩位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精采 這一生裝感 往前再給大家看清楚 把大家看清楚一點 這個我受過評審 昨天其實 都已經平過衣服的一個部分 今天其實有好多的 好多的朋友 這些朋友可能沒有玩過奧丁女浴 我們隨便幫忙賣一下遊戲 不是啦 來推薦這個好遊戲 因為這個好遊戲裡面有好的角色 來 我們轉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轉圈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們的裝扮 在經過了激烈的一個 打鬥的一個武器之後 依舊沒有脫落任何的東西下來 那在表演 在表演的狀態當中呢 我們還看到後面呢 其實也有這個影像的配搬 所以這就是 Cosplay的表演 這才是台灣最頂級的表演 讓我們再次以來 掌聲謝謝第一組 三秒一口喜可飛 謝謝 這個作品很好玩喔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玩玩看 那他這部作品呢 其實他的背景音樂 就是在遊戲裡面使用的配樂呢 他請到的是太空戰士12的配樂家 齊元仁先生來擔任他的配樂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其實我推薦去玩看 橫向動作的過關遊戲 其實是很浪漫的 現在大概都是3D的一個時代 所以魔龍寶冠才賣得這麼好